早晨 又到我冬架豆和各位同事打招呼 今日说一下直牆OJ 我们的男同事 其实为什么叫OJ的呢 是这样 Office Gentleman 即场OJ最了得是什么呢 忍 有时都挺佩服男性 好忍得 不会那么容易起形于色 那其实好吗 真的有好有不好 伤身 在我们处身的工作环境 实在见到不少一些不公义的对待 一些好现实 好公理的面孔 稍微吃不开都会造成一定的压力 再坏一点的人 有 再得人争的人 都有 很多人都会选择感怒不感言 最近一个英国的网站 流行病和公共卫生雜誌 发表了一篇报告调查 调查是针对男性 这个调查是来自瑞典一间叫做 斯德哥尔摩大学压力研究所 他们在1992年就开始做这个研究 在92至95之间 就选了20间专业的医疗机构 筛选了2755名男性 开始做这个调查 历年的追踪档案 定期地接受访问 在公司如果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 委屈 他们通常会怎样做 什么反应 会选择针风相对 还是默默忍受吞声忍气就过了 或者会尽快离开环境 然后发霉气 得出的答案 就将受访者进行分类 随时间跟进 再分类 再跟进 所有的受访者 在调查开始的时候 身体都很健康的 用十年的时间 做这个研究调查 报告结果就说 在所有的受访者里面 有47个人患上心脏病 以及因为心脏病去世 而研究人员 也留意到 心脏病有问题的男性 它是属于遇到不公义的时候 他们是选择 剃了默默忍受那一难的人 或者是劲致走开的人 相比选择针风相对的人 他们是高出一倍的 在这个心脏病的病法律来说 而选择回到家 或者选择一个适合的场所 将脾气发出来 这种个性 对于心脏病病法律 是没有升过的 研究人员就解释 普遍男性都不是那么善于处理冲突 忍一时 大家都好过一点 大家都希望和谐一点 本来 不过心里的怨气 真的要定期帮自己清理一下 值得太多 多到连自己都习惯了 可能身体慢慢地变化 太紧张 太紧张 心心不粉 太忐忑了 都会令我们的血压上升 对心血管系统造成伤害 其实同一时间 都找了2500名受访女性 进行类似的调查 不过结果显示 女性的心脏病病 病法率过低 所以比较难分析 这个调查报告 也有很多人回应 就说 那么忍得的男性 一定不是年轻人 也不会是长者 多数是中年男性 是不是呢 有些网友 还找了一篇 男性健康的文章 我又读给大家听 这篇文章的标题 就是说 中年男性 即场危机四伏 如何发现疾病的 注尸马迹 无论你是自己 或者你是别人的女朋友 太太 女儿都好 都可以关心一下 除了刚才的心脏病压力 男士很应该做一些 适合自己的减压活动 除了减压活动 要好好管理自己的腰围 如何吃 吃什么 吃完之后的胃部 又没有令你不舒服 吃肉不振等等 不过建议饮食指标 都不是一本天书体道路 真的好视乎个人的体质需要 第二点 提到的就是 如果觉得自己做一些 很轻微的运动 都会很起促 心前驱又 隐隐作痛 每次都是一闪而过 天气明明很好 但是左边肩膀 左边手臂内側 又会隐隐酸痛 这个时候要留意一下 很可能心脏有点小毛病 不想变大病 那就要去查一下 还有前列腺方便 留意一下自己去洗手间的感觉 有没有不舒服 会不会太频密 例如一个钟头 要去两三次洗手间 睡觉的时候 明明晚上喝了不是很多水 都会去三四次洗手间 如果有 那就可能前列腺方便要看一看 总之不要懒你 男性的健康还有很多 不过最基本都是 饮食定时 休息定时有足够 这个是最基本的 好 今天的职场OJ 忍得又伤身 说到这里 要上班去吧 拜拜 拜拜